4月份時,公路總局第三區養護工程處已特別在台24線易照市路段36.4K等多處中央增設回復式導桿 增設後已有效減少重型機車壓車情形,更大量降低交通事故發生 中秋連假期間,本分局針對物台鄉、古川大橋、神山社區、三地門鄉、山川流離吊橋等 觀光油氣區編排警力與上述路段加強交通輸導及違規取締 金桶季本次假期已取締140件超速違規,並本分局亦不定期協同屏東監禮站及環保局共同執行超速改裝等 兼環景聯合機車入檢勤務,本年度迄今共取締超速741件,變更車體32件 合計773件,並將持續加強該路段交通輸導,維持行車順暢,預防交通事故,提升衛民服務效能